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情人教育免费VIP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 我叫自由 本节课内容的话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个爬虫 以及数据分析的一个案例 爬取数据并对其做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图 爬的网站的话主要是一个猫咪数据 它的这个的话是一个猫咪交易网站 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网站是长什么样子的 猫咪交易网 这个网站的话是关于一些猫咪的一个 对吧你要买猫的话 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喜欢猫咪的话 在这里面都是可以找到自己比较 幸运的猫咪 然后去看一下的 然后热门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哪里呢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地方 买卖猫咪嘛 对我们今天要爬的数据内容是哪些呢 就它的一个详情页里面 在它这个详情页里面 然后我们主要的话就是像这种标题啊 对不对 它的一个价格卖多少钱一只 对吧 然后浏览的一个次数是多少 然后它的卖家的承诺啊 然后的话再收到一个知数年龄品种 然后有没有打预防 对打有没有打预防证 然后联系人是谁 然后联系电话是谁 然后没有是否包邮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还有这些基本的一些信息 都是我们今天所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吧 这些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爬虫给它爬取下来 那这里的话就啊 这里需求的话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节课所使用的环境环境的话主要还是老样子啊 就是两个一个是拍成三点六的一个解释器 一个是拍掐的呃 2019.3的一个专业版对不对 我这个的话是2020的对吧 这个我们的录制是2020的一个专业版的一个拍掐 然后模块的话啊 主要是一个csv 然后一个request模块 还有一个post模块 然后这两个模块的话主要就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是需要大家去pip install安装一下的 然后以及数据可视化的话主要是一个pychase 还有我们的一个pinos主要也是这两个 这个两个模块 同样也是需要大家去安装的 安装的一个命令的话也是同样是pip install 然后加上它的一个模块名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开始我们的一个对吧 上课的一些基本流程啊 上课的我们这个课程 案例的一个基本流程 这个流程的话 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几节课的话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两个步骤来的 第一个步骤的话还是一样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对吧 数据来源分析 确定需求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确定好了 是不是 首先我们一开始说的一个确定需求 需求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要爬的话 就是这个猫咪的一个详情页面的一些数据内容 以及的话 其实在这个外面的话 它的地区也是我们想要的 地区也是我们要的一个东西 那并且的话 它的一个详情页 同样也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需求 那需求确定了之后的话 第二步那就是通过一个什么呢 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了 对不对 开发者工具的话 这里再还是给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就是按F12 或者说鼠标右键点击检查 对吧 点击检查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通过里面的一个network 然后抓包分析 分析它的一个数据来源 究竟是来自于哪里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大块的话 就是关于一个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了 是不是 那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这些数据的一些来源分析 到底是怎么去找的 怎么去看它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来源数据 是吧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里面 看到它详情页里面的一些数据内容 是来自于哪里 首先打开它的一个开发工具 然后选择我们的network 然后让它这些数据重新加载出来 刷新一下网页 然后给我们返回出来的话 加载出来的话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有图片啊 有一些GS代码 CSS的样式啊 等等等等 所以说这里面非常多 但是我不知道啊 我就体想要的数据是来自于哪里 对吧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复制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然后搜索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相对应的一个数据包 它就告诉你 你想要的这个数据内容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下面这一个数据包 对不对 那我们点击一下下面这个网址的话 它可以直接给我定位到这个地方 哎 title 对吧 有个title标签 那这标签里面的话 就有它的一个 这个 呃 猫咪的这个店铺的一个名字吧 应该是商品的一个名字 对 应该是这样子说 所以说 哎 这里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是这个了 然后的话 如果说 有些同学说 我只是找了这一个 那其他的数据有没有呢 对不对 其他数据有没有的话 我也不知道 对吧 那我们怎么才能晓得呢 两种方式 一个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按住Country加F 把这个放的这个搜索的框框打开 然后我们可以搜索什么呢 呃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 好吧 做一个联系方式 对吧 联系方式 这里有联系电话 然后到ED运费的 联系人士谁谁谁 这里都是有的 那这样子看的话 是一种方式 那我因为我们要的数据非常多 如果说我一个一个去搜的话 这样子也不方便 所以呢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preview 看一下它的一个预览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哎 点一下 点上预览之后的话 我们往下翻 哎 看到没有 它的一个标题价格 然后浏览次数 然后承诺啊 加速支数啊 等等等等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 那种这里是不是都有啊 对不对 是不是都有 都有的话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那种都来自于这个里面 都有的 只要我们到时候 啊 请求对吧 请求之后 或者他这个数据的话 然后进行一个解析就行了 对吧 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数据的来源是这个地方 但是的话 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点是什么 我们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ds是哪一个 这个urlds是哪一个 怎么看呢 就选择这个heads 看这个heads heads下面有一个genery 这个genery下面的话 它就是有包含我们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ds 以及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这个request的urlds 就是我们请求urlds 请求的一个urlds 然后他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发送请求的一个地址 然后这个的话 get就是请求方式 对不对 当然了 当然当然 这是只是我们一个对吧 这是我们一个猫咪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要爬的话 是爬什么 是爬很多吧 对不对 它一共有多少页 它一共是有两万八千 一万两千八百多页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要 获取干嘛呢 我要从这个列表页里面 从这个列表页里面 然后获取所有的一个关于这个猫咪的详情 也url 就是这个urlds 就是猫咪的详情 urlds吗 它的一个urlds 我们怎么去看呢 对吧 我们可以看第二次 第二次的话 跟第一次有什么区别 哎 我们多点几次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它主要的话是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数字的参数变化 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id 所以说我只要获取每一个 呃猫咪的 对吧 每一个猫咪的这个id 那我就可以获取所有的一个猫咪的一个数据信息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想要获取这个id的话 那我们应该去哪里 我们就应该去这一个列表页面 去找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同样的通过一个开发的工具去找一下 哎 点击检查 对吧 鼠标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选择这个network 然后呢 刷新一下 然后加载出来 同样的我把这一个id给它复制一下569841 在我们这里来开发的工具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搜索之后 哎 他发现说一个nofunk的对不对 他nofunk的话哎 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呃 列表的一个详情页面 他给我们展望的数据是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nofunk的话 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卖猫咪的一个网址 对不对 他前面这一块是肯定会发生一个改变的 就是这猫咪排在前面的 因为如果说有些人可能说他会是一个vip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是一个vip 他前面这个数据应该可能是会发生一定改变 比如说我写个图对吧 那我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猫咪会变吗 对不对 他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改变 对 他第一第一行的一个商品的话是不是发生了改变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找可以吗 不太行 就不太行了 对不对 像我们按刚刚前面给大家教的那个方法就不太行了 因为他网站的一个数据会发生一个变化 会实时更新的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样子怎么办呢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那个方法只是变一种变一种方式 那我干嘛呢 我就取这一个对吧 取这个百分百纯种的一个标题 我先取这个看他这个数据来自哪里 因为一般有这个标题的话 一般就是有他的id 同样的他也给我们返回来 我们点开看一下 点开看了之后的话 哎 这个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 对不对 那有没有我们想要的链接呢 对不对 那我们给点一下preview 点击pb的话 他会哎 这里的话就有很多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是不是 你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按正常的话 他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地址 来 我们也可以点开他这里看一下 这个have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网址信息啊 那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来搜索一下这个 好吧 搜索他这一个id 那应该的话 同样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对不对 也是这个网址吧 也给我们返回的 哎 在这里是有的吧 同样也是这里 我们点预览的话 发现是一个东西吧 没有毛病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同样也是看一下他的hides是哪一个 哎 hides的发送机的话 就是这一个 这个网址的话 其实跟我们上面导航栏所产生的网址是一样的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本网站的话是一个静态页面 只要我们请求这一个网址的话 那他会就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数据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数据的来源的话就很清晰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怎么去通过代码一步步实现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 对吧 呃 第一个 就是 发送请求 那我写在下面吧 好吧 写在下面写在下面 第一个的话是发送请求 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猫咪列表页面 发送请求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获取他的一个网页员的吗 获取数据吗 那网页员的吗 第三个解析数据提取什么呢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呃猫咪详情页 又要地址 那以及还有什么呢 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个地区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需要获取一下的 第四个的话 那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也是第四步还是同样发送请求 那是对于哪个呢 就是猫咪的一个详情页发送请求 对吧 那第五步还是一样重复上面的一些操作就是获取数据吗 也是获取数据吗 也是获取他的一个网页员的吗 对不对 然后第六步的话同样也是解析数据 是这解析数据是提取什么 提取猫咪的一些详情数据啊 详情数据是不是 那第七步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 那第八步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多页爬取操作 就进行一个多页爬取操作 就是整个代码实现的过程 以及思路分析的一个层 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于这种静态网站的话 有些同学可能说还是比较好爬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对吧 像对于动态网站的话 你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思路去进行一个分析 找它的一个数据来源 好吧 那我们的思路就是这些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进行按照这个步骤来一步一步实现它的一个过程 首先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肯定是需要导入一个模块的import我们的一个request模块 这一个模块的话 再给大家提示一遍啊 它是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并且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模块 需要大家去pip install request 安装的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 对啊 发送请求 我们要确定一下 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l地址 那我们把它的一个地址复制过来 对不对 地址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我请求之前 对吧 大家都知道请求的话是一个request.get 但是的话 我们python是干嘛呢 python是模拟啊 是模拟浏览器 浏览器 对一个服务器发送请求 然后呢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 对吧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response 响应体数据 哎 response 响应体数据 是不是 那我怎么去模拟浏览器呢 对不对 你要模拟的话 那你肯定要给这个python的代码 加一层外壳 加个外套 让它伪装一下 像伪装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heads给它带上 heads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请求头 这个请求头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一个python代码 伪装成浏览器 对吧 就是伪装成浏览器 然后的话 这个里面的参数加什么呢 像我们一般爬静态网站数据啊 我们加一个user agent就可以了 加这个参数 user agent 浏览器的一个基本信息 加上去就ok了 它是一个字典的形式啊 所以说我们要需要给它呃给它一个引号给它隔开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再发送请求就为啊用一个response 先接受一下response等于我们的一个request点上我们的一个盖子请求 然后呢url等于我们的一个url 嗯url 然后嗨的是 嗨的是等于我们的一个嗨的是对不对 然后获取数据的话 获取它网友的码数据怎么样 就是response点一个text 这个的话就是获取它的一个网页文本数据 也就是我们尝试 就是用呃官方一点话 就是获取想 硬体的文本数据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尝试的一个网友的码 对吧 来我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运行之后的话 他给我们返回了这些东西 为什么其实说 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要运行一下 其实有两个 你运行的话 主要是看你请求是否有得到结果 有些网站并不是说只加一个游泽语就够了 第二个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网站它是否有乱码 对吧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网站的话 你可能发送请求之后 它会出现一些乱码 如果说出现乱码的话 那我们就是干嘛呢 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解码 就转编码嘛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既然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接下来就是需要干嘛呢 通过一个什么呢 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啊 比如说阿一的一个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对吧 还有我们的一个css选择器 还有我们的一个xpass 我们今天主要是用的是一个css选择器 然后用的是哪一个模块呢 是一个person模块 我们给它导入一下 import我们的一个person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数据解析的模块 对吧 同样它也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也是需要大家去pip安装一下的 这个名字的话就是要改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一个的话它是干嘛呢 像正则表达式的话是可以直接解析html的一个字符传数据 对吧 可以直接去解析 就不用那个像我们这用这个poss模块的话 想要用这些方法的话需要给什么呢 需要给我们获取到的我们获取到的html的字符传数据进行转 换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select的一个对象 对吧 因为我们转换成select对象之后的话 才能调用它里面的这些方法 那怎么转换呢 首先poss点上我们的一个大写的s大写的select 这是大 这个s是大写的 一定要记住啊 给大家强调一遍 然后把我们这个raise bounce raise bounce点上一个text给它传取 然后我们同样也是用一个select给它接收一下 像这个里面的话就可以 这个select的话就可以调用里面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几个点 然后有个自动的代码提示 对吧 css或者说xpass 对不对 它这个模块的话也可以用ae 但是不建议使用啊 对不对 那么今天主要的话就是用的一个css选择器 css选择器的话是什么意思 选择器 对吧 它主要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个标签属性内容 属性内容 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干嘛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 我们要获取哪些东西 我们要获取它的一个详情页的一个ul地址 以及它的一个地区是什么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些东西标签来自于哪里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箭头 然后选中一下 看一下它这些数据内容来自于哪里 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 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a标签 我们当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a标签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高量的显示 看到没有 它都是有一个高量的显示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些数据内容都包含在我们这个a标签里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一步步往下看 在这个a标签的一个和f属性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呢 嗯猫咪详记页的ul地址吧 对吧 然后还有其次我们要的一个是什么 要的它的是地区 看一下它地区在地区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css选择器来给它提取一下 首先 首先我们取这个content 对吧 我们按住content加f 像我们的class类属性的话 在我们用css的选择系的一句话的话 就加一个点就好了 在它前面加个点 然后加上它这个名字 然后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对定位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哎 它是有两个对不对 按正常的话 应该我们只是要取到一个就行了 它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 它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的话 哎 它是下面这一栏 这下面这一栏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吗 在友情链接对不对 它下面这一栏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我继续往它上一层去 那取它这一个 往它上一层去 就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往下剥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哎 还是两个 还是两个的话 那我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地方稍微虚虚微微的改一下 改成什么样呢 我就是一个div 对吧 div标签里面的一个class类属性等于是一个content的 对不对 然后我是取哪个 它一共有两个吗 那我就取它的第二个 对吧 一个冒号nt而去 然后杠我们的一个trude 来选择我们的第一个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就直接定位到第一个了 对吧 因为它有两个的话 那我取第一个的话 那就是这个 那我在想要下面的一个什么 想要下面的一个a标签 所以这a标签的话 它一共有24条数据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24条数据呢 那我们可以往上点一下 看到最后一条数据是哪一个 最后一条数据是不是对应的我们这个页面的最后一个 那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去取它的一个什么呢 嗯 那我直接取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一个和ref的一个属性里面就是包含了我们猫咪的详记念 所以是这里我直接给它country加ccountry加v复制过来 然后取里面的一个属性内容的话 对吧 怎么用一个类属性选择器 那属性选择器 attr对吧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名字 hrf attr attr 对吧 hrf 然后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or get or的话就是获取得到所有吗 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同样也用一个hrf给他接受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啊 详情页的一个URL地址获取到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获取什么 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话还需要获取一个 嗯 他的一个地址 他地址的话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span标签 然后里面有一个class等于一个啊 这个cola 然后下游线33吗 那我直接这样子看可不可以 可以定位到吧 一共是72个 一共是72个 72个的话就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这里一个L 那我直接定位到这个L 看能不能行 对 定位到L的话没有问题 也是24个 那没有问题 那我直接往下去 取它的一个这个 对 这样子也是24个 那我就可以取到它的一个地区是在这里 哪里了 那我同样的给它复制过来 哎 这里快速复制一下 对不对 然后面这一块的话 我们前面是取A标签里面的 Horif属性 所以说是用的attr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是 它是它是在我们这个标签 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数据 对文本数据的话 我们前面所说的取响应题的文本数据是点一个text 那我取用css语法取它标签里面的文本数据呢 那就是把后面这一个改成它的一个text 这样子 哎 get我也是没有毛病的 然后这里的话 地区的话 我就用一个ls吧 对吧 ls给它接收一下 这样子 我给大家把这两个东西给它打印看一下 一个是Horif 一个是else 对 然后这个地方我就给它注释了 来运行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 那这里的话就是已经取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了 哎 发现没有 但是的话 我们这里面它是前面有一些空格服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些空格服 像这种话 我们如果说 就算如果说我给它编离的话 它应该也有一个 对吧 有个编离的话 它应该编离出来 每个元素的话 它也是有空格的 所以这里说 我给它做一下处理 怎么处理呢 用一个列表推导式 给它简单处理一下 对吧 我们那个for 我们的i fori in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ls 是不是 然后这个i的话点上一个stripe吧 stripe stripe是干嘛的呢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列表 把我们字符串 两端的一个空格给它去掉 然后这线再开打印一下 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没有空格了 这个点stripe的话 就是把字符串 给它稍微解释一下 去除 这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方法 首先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字符串的方法 你用其他的话就不行 对吧 用其他的话就不行 出弹了一个方法 把字符串 两端的一个空格 去掉 那中间有空格可以吗 中间空格的话 那你就去不掉 他只能去除水左右两端的 对吧 这个需要大家理解一下 然后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退导式 退导式 对不对 好 我们既然有这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肯定是要把数据给提取出来 是不是 当然可能都知道 如果说是一个列表的话 我用一个for便利就可以提取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是两个呢 同样的同样也可以便利 那种便利呢 来给大家写一下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函数啊 for index 因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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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这个链接 对吧 把我们这个链接 以及我们这个else 给它一起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之后的话 我们再给它 打印出来 它就给我们压缩 这个的话 这盘数的话 就可以会把我们这两个列表 给它压缩成一个可迭代的一个对象 然后可迭代的对象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便利迭代 对吧 就便利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返回出的是一个远祖 还有没有远祖的话 那就怎么办呢 我就是可以根据一个索引取值的一个东西 然后获取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 index ul 对吧 我们有一个index ul给他接收一下 然后index取它的一个什么呢 去 去它的一个零 去索引取零的话 就是取它的第一个元素吧 那就是获取到了它的一个ul地址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l的话 对吧 我们这个地区的话就是index取它的一个1嘛 是不是 啊 那如果说同学有些人可能不太相信 那我可以给大家演示看一下效果 兴行看一下 对不对 这样子就给它通通给它取出来了 那这个url地址的话并非完整的完整的一个详情情意的url地址是长什么样 是它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完整的url地址 它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里的话只有哪一段只有啊 这后面这一段 所以说前面这个东西我要给它加上去 对不对 我要给它加上去给它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一个url地址 拼接成完整url地址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前面几部分我们就给它做做完了 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已经给它搞定了 那我们接下来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的话 就是一些重复操作 跟我们前面是操作是一样的一样 跟我们前面这个操作是一样的 哎给大家就快速写一下 request点上我们的一个get请求 然后把我们这个url就等于我们这个index 然后还有呢heads还是等于heads 对有没有的heads 然后这里的话就给大家用一个response的一个 1给他接收一下 对不对 那同样我也是需要给它进行一个转换的吗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也是这个response text 就改成response1.tax 然后下滑线这里给它个1 然后接下来的话还是同样的 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到这里面去取了 到这里面取的话 我要取它的一个标题怎么取 那我可以直接用这个选一下 对吧 我直接选一下看它的一个东西再来 哎有一个title吧 只有一个class属性 等于一个title 那我直接点title能定位到这里吗 能定位到这里 但是呢它有多少个 它有四个有四个的话 那太多了 我们只需要一个就行了 对不对 那时候只需要一个的话 那肯定我不能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那我干嘛呢 我需要往它上一层去 那就取它这一个 对不对 那取这个的话就有了 那我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select小线 一点我们的一个css 对取这个的话 取里面的什么文本数据吗 然后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为什么这里是用get呢 get我的话是取所有标签的一个内容 就是取所有关于a标签里面和f属性 对吧 这里的话就是取所有这个里面的一个文本数据 是不是 那我自己取一个的话就取这一个的就可以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话用一个title给它接收一下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对吧 标题有了 详情也有了 对不对 那详情我给它放后面吧 这样子会稍微好看一些 然后这个是标题 再给大家运行看一下效果 好吧 嗯 对不对 哦哦 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多的 是不是 但是的话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不对 看到没有 他的话虽然说我们取到了这个标题 但是呢 他也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前前面的一个空格 对不对 中间这里有一个空格 后面一个空格 那干嘛呢 我们同样是不是也可以用刚刚我们那个方法 点上一个什么呢 sqp sqp 那这样子应该就ok了 对啊 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就不给大家点是爬太多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我们的一个数据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获取的那些 比如说价格啊 对吧 浏览次数啊 这些程度的话 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一个一个去取嘛 是不是 一个一个去 那接下来后面的话 一些操作都是比较重复的 就不给大家一一去赘述了 因为都是非常重复的一些操作 可以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我之前写的一些代码就好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直接给他复制过来了 因为非常多 而且比较浪费时间 我就给他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店名的话 同样也是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他的一个店名是哪一个 店名 店名是这个吧 对不对 是这个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到这个地方 哎 他有一个什么呢 可拉斯属性 对吧 一个类属性 是一个店名 店名的话 那我同样是一个点 加上这个名字 然后是取了一个 取了一个的话 我是取他什么呢 一个 他是我们标题的文本数据吧 那直接取他的一个文本数据就好了 然后的话 他前面同样也是有一段空格的 发现没有 有段空格的话 我们同样是用一个是去否给他去掉 是不是 其他的方式的话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对 然后的话 我们给他保存到一个列表里面 保保存到一个字点里面 是不是 给大家看一下运行 看一下效果 他有点卡 我给他把这个注释一下 他有点卡 网速有点问题 网速有点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已经在爬了 所以说相对应的一些数据内容都给他获取下了 比如说 他的一个名字 标题名字 对吧 然后他的一个地区 他的一个店铺名字 价格 然后这个是浏览次数 然后这个是卖家的承诺 然后做一个八只代售支数 然后多大是什么 猫的名猫的类品种是什么样子 然后打了打疫苗 然后联系人的名字 对吧 然后是包运费吗 对吧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纯种 然后这个的话 性格性别是什么 然后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视频看猫咪 有没有打蛆虫针 然后猫咪的一个详情页的一个月儿地址 对吧 这里都是已经给大家获取下来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对吧 那既然获取下来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肯定要干嘛呢 要给他进行一个保存 所以说这几步操作 其实跟我们前面 这里的操作是一样的 比较重复 因为他的数据比较多 所以说 这些的话密密码码 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说大家的话 对吧 就不给大家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可以好好看一下 对吧 如果说同学们说 哎 老师你这么多东西 我一下子也也看不出来 是不是 那你可以干嘛呢 加我们视频上方的一个QQ群 找他 找管理员去领取本杰克的一个案例源码 是不是 可以或者说再去看一看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数据保存 数据保存的话 我们导入一个模块 一个CSV模块 这个的话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内置模块 是不需要大家去安装的 内置模块 对吧 这个就不要需要 pip安装了 首先保存模块 保存的话 对吧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f等于我们的一个open打开一个文件名字对吧 文件夹文件夹的话我们就取一个猫咪吧 猫咪点上一个CSV对吧 然后再我们给他一个保存方式 wmodel等于一个a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encoding 给他一个编码 utf-8 然后的话兴起哈 牛奶 牛奶 所以这是先打开一个文件 打开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这些啊 我们可以用CSV的方法 点DictorWrite 把我们这个文件给他传进去 以及我们需要加上一个feed names 这个feed names呢 我希望就是写我们的一个表头啊 表头的一个信息 表头信息的话就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字典的一个关键字 对吧 就是我们字典的关键字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给大家直接复制过来就好了 就不给大家一一写了 因为都是一些重复 重复的操作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csv下方线write 给他接受一下 然后呢 再一个csv下方线write 点我们的一个read names 这个的话就是写入表头的一个意思啊 写入表头 就把我们前面这些内容给他写到我们表头里面 对 然后下面的话 这个我们再用一个csv下方线write 点上我们的read run 把我们这个列表给他把把我们这个字典给他传进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来给大家运行看下效果 嗯正在保存真的保存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给他把我们的一些数据内容给他下载保存到我们这个csv文件里面了 等他下的话 那我就记得往下给大家讲了 等他下的这个功夫 我就记得往下讲了 接着往下讲的话 就是关于一个进行多页扒取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关于多页扒取的操作的话 主要就是干嘛呢 看我们所发送请求的一个ul地址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 点开我们这个列表页面 看他这个网址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第这第几页 这第第一页 第一页是长这个样子啊 他是第一页的一个ul 然后我们看第二页 第二页的话 他发生了一个改变 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么再看第三页 看第三页是长什么样子 对 第三页变成这个样子了 发现没有 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有规律了 慢慢的有规律了 然后我们的第四页 第四页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其实的话你可以发现 他的一个规律的话 他的二三四对吧 开始变 那么可以想象 如果说我们把它改成一 他能给我们跳转到第一页吗 试一试对不对 哎 我改成一的话 发现他还是可以给我们同样跳转到第一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 只需要改变哪一个呢 改变这个 改变中间这个参数就好了 给他一个什么呢 负循环 负我们那个配局对吧 因为我们认识 认识什么呢 从第一页到我们的第20页 好吧 给他把20页就行了 不给大家爬多了 爬多了 感觉也没啥意义对我来说 主要是给大家演示看一下这个案例效果是什么 然后的话我们再可以给他打印一下 扑认识我们的一个 正在爬取地对吧 多少页 配局 多少页数据内容 然后用一个分隔符给他分开 用一个符号给他分隔开来 然后给他把这个数据给他传进去 然后这里同样也是一样的 给他用一个format 制服穿的一个站位服务 对吧 就制服穿格式发格式化的方法 然后给他传进去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爬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的话改成猫咪一 好吧 因为我等一下要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哎 这现在开始的话就是正在爬了在爬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爬的那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猫咪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所爬的一个数据内容 点开看一下 对不对 然后的话地区名字是不是地区的话店名标题 然后的话它的一个价格浏览次数 卖家承诺对不对 再收支出这些七七八八的话是不是都有了 这些数据内容是不是都有了 没问题吧 然后的话还有我们那个是否一定运营费的话是不是包油的 然后是不是存种的公母的一个性别对不对 然后驱从情况能不能视频看猫呢 对不对 然后它的一个详情页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的话这些数据都给了大家保存下来了 这些数据保存下来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干嘛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数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可视化 这里的话我就把我们之前 给他等一下吧 给他稍微爬一爬吧 给他稍微爬一爬 因为数据太少做数据分析的话 那个图看起来不怎么好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对吧 演示一个数据 刚刚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一个猫咪的一个数据 给他拔下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把这些获取下来的数据 给他做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怎么操作呢 给大家演示看一下效果 给大家演示看一下效果 我们这里给有一个对吧 点一个 ipy nb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gpeter的一个写的代码的保存的格式 所以说我们这个怎么打开呢 首先我们鼠标 按住我们的一个shift键 然后鼠标右键 然后这下面有一个在此处打开 posure 窗口 对不对 点一下 点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输入一个命令 gpeter 我们这个not book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的话 你可以先干嘛呢 先pip install 安装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猫咪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我需要把这一个数据给他稍微改一下 改成一个data数据 对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运行 给他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然后这话是一个指散 假释前面五行 反正下面的话 是做一个品种的一个词运图啊 做一个品种的一个词运图 然后这话 然后还有一个地区省份的一个 对吧 地区省份的一个图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 这个是关于 就是交易品种占比的一个图 就是他拿哪种猫卖的比较多 卖的比较好 是不是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 还有一个价格的一个排名 是不是 我们的一个猫咪的价格长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联力分布的一个柱状图 就是猫的大概联力是多少 对吧 三到六个月的话比中占的还是比较多的 是吧 一到三个月也比较多 一般的话是一到六个月这些 是不是 然后的话 浏览次数是跟价格是否成正比 就是 你会发现啊 两百 浏览次数两百多的话 对吧 两四百多 两到四百多 这一块都是价格普遍在一个一千左右 一千到两千之间是比较正常的 像这种 对吧 你像这种只有两百 还有我们的四千多的一个价格的话 他的一个浏览次数是什么样子 这里都是有一个分布呈现的 对吧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年龄 对不对 价格跟年龄是不是有关 这是一个 箱形图啊 箱形图 它的一个比重就是我们年龄的话 对吧 我们年龄是越大的话 是不是价格越贵呢 对不对 这些 还有我们的打了疫苗跟没打疫苗的一个价格对比 以及包运费和不包运费的一个价格对比 然后是纯种和不是纯种的一个价格对比 对不对 同样的还有看视频不看视频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效果 还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 也非常好看 对吧 P1一下做这个可视化的话还是非常好看的 对 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代码的话都是可以加到我们视频上方的一个 QQ群的加我们QQ群找管理直接要就好了 非常简单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对于本节课的一些内容有不懂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当然也可以去直接加到我们群里面找管理给你解答一下 都是可以的 啊 当你进群之后 当然你如果说想直接找到我的话 你也可以找管理要一下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到时候的话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也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吧 然后本节课的一个案例的话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次再见 好的吧 拜拜